欢迎回来 2013台南安平亚洲杯铁园三项锦标赛 今天在台南安平关系平台开幕 吸引了18个国家2500位选手参加 将在两天的赛程竞逐最佳成绩 但是市长赖清德到场为选手加油 由于最近美国波士顿马拉松发生的爆炸案 现场也特别加强围安工作 在比赛鸣笛声中 选手们快跑进入台南安平海运奋力的往前游 进行第一阶段750公尺海泳 到达海泳终点后 还要奔向脚踏车站展开第二阶段铁马赛程 比赛当天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到场为选手加油 第一个是全台湾第一个铁人三项比赛的活动 第二个它也是10月份全国运动会的资格赛 第三个是总共有18个国家 2500个好手全聚在这里做一个精彩的比赛 我们警察局是有提高维安的工作 希望把这个安全的工作做到最好 选手换上脚踏车后进行第二阶段 20公里脚踏车公路赛 在艳阳下大家奋力向前骑 紧接着就是铁人三项最后阶段的5公里路跑 选手们奋力跑向终点 最后穷极揭晓 第一位赛现场 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才会就是有好的成绩这样子 对对对不要被自己打败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尽力发挥啊在比赛的时候尽力发挥 然后输了也没有关系 还蛮多那个比较强的对手没有来 这次就脚踏车有进步 很高兴这样 班赛传以及铁三角接力 赛事在今天顺利完成 标准全程赛精英组和分领组 将在明天继续进行 新航亚太电视雪金旺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